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金,我是老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S&P500 S&P500呢,它是这条上行的通道 昨天是稍微的掉破了一下,然后又被拉了回去 暂时来说还在这个上行通道里面 但是像这种掉破就意味着将来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再次掉破这条线 这种情况就跟之前的这种走势差不多 就是往上走一段时间后掉破 然后就开始往下行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走势 只不过就看什么时候的问题 大概可以是一个月以后,也可能就在未来的几个星期 未来的一两个星期 那么之所以先说这个S&P500呢 因为比特币也出现了类似的一种走势 它的这一条线,这条上行的趋势线 昨天是掉破了 这个上行的趋势线 在这里掉破了 掉破了之后 现在正在回来回测 所以呢 这个走势对比特币来说仍然不是一个好的走势 一般来说掉破之后呢 有可能它会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把它给拉回来 就像S&P500那样 先给它短暂的给它拉回到这条线的上方 然后之后很有可能还会再次掉破 所以呢 这个走势对于比特币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走势 有可能之后还要再继续下行 但是它的救星呢 就是昨天已经说过了 它的这一条 只要它不跌破这个60,700的这条线 仍然可以形成一条上行三角 这个上行三角的时间呢 仍然是越长时间越好 只要它能够在这个地方震荡 它先往上走一波 然后再回撤 再往上走一波 再回撤 这个时间够长的话呢 就可以积蓄足够的力量 最后去突破这条上方的这条紧线 现在多头呢 正在做出向这方面发展的走势 只不过暂时来说还没有拉回去 现在还是仍然在这个地方 反弹的幅度仍然太小 看看未来的几天 它能否把它拉回到这个7万美元以上 如果从周线上来说的话 仍然是这个重要的位置 它必须把这个价格呢 拉回到这个绿色蜡烛身体的下半收线位置 这个是六万七千两百多 必须周末收线之前 必须把价格拉到六万七千两百多以上 这样的话呢 可以暂时的否定掉这一个吞噬型蜡烛 如果拉不到这个价格上方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吞噬型蜡烛 这个吞噬型蜡烛呢 有可能意味着周线上还要再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多头现在是任重而道远 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他的山寨币也开始反弹 以太坊现在也开始反弹了 他也是没有掉破之前这个前低 所以如果比特币走得好的话 以太坊也可以跟着这个比特币一样 走一个上行的三角 慢慢的往上冲击这个三千六这个位置 SOL昨天也是掉了一波以后 反弹得非常的快 现在又回到了190美元 他这个呢 是一个跟比特币也类似 他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对称三角 这种对称三角由于他是从下面上来的 像这种呢 可以作为趋势的继续往上走 但是必须先突破这条上方的这条压力线 估计还要震荡个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够冲破过去 这个BNB我记得也是如此 这几个头部的加密货币都是在走这种走势 我看一下这个狗币 狗币呢 也是回来回撤 回撤了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个压力 压力位 现在是支撑位 确认这个支撑之后 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上走 狗币的走势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他这个牛熊分界线在这个地方 只要能够以这个牛熊分界线作为这个支撑 继续往上冲 那狗币之后就会去到这个0.3美元以上 那我昨天呢 又买了一点这个OP 他又再次往下走了一波 暂时来讲OP呢 仍然是一个higher low的走势 那就是他的这个低点在慢慢的抬高 如果他掉破这个低点的话 之前这个低点在2块6 如果掉破这个低点的话呢 可能会去到这个2块钱左右 所以我买的时候呢 也不敢是一下子买太多 我就每次买一小点 其他山寨币呢 我就不多说了 那几个重要的板块 比如说像这个AI板块 还有比特币的生态板块 以太坊的这个二层网络板块 这三个板块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牛市中最重要的发动机 他们现在呢 这个AI板块暂时来说回调的幅度还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呢 我也没有开始买 这个比特币的生态板块呢 这个audi是回调了一波 但是呢 也没有掉破他的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所以暂时我也没有开始买 他如果掉破这个上行的支撑线的话 我会考虑去买这个audi 还有这个stx 那暂时来说 暂时还没有买 我们要看之后 比特币能否再继续往上拉 拉回到这个7万美元的话 那这些山寨币估计又会开始爆发 好 那这个视频呢 暂时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祝大家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 拜拜